大家好 我是鄭凡希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在最近已經進入了春天的天氣形態了 其實天氣變化還蠻大的 趕快的解個重點 先帶大家了解一下 微信錄下面先來看 在這個星期天上午的時候 一刀封面 掠過北台灣的海邊上面 所以對於北台灣來說 清晨的時候是有些下雨的狀況的 那預期在未來幾天的雲量 都還是會比較多 雖然說未來幾天逐漸轉成偏東風了 可是這個雲量比較多之下 還是容易有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至於來到星期三以及星期四 逐漸轉成偏南風 這時候在這個溫度上面 會有明顯的回升 可是到星期五又轉成偏北風 所以這個星期五 溫度又會明顯的往下掉 提醒您在星期四 以及星期五的溫差 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溫度趨勢圖 這是北部的溫度趨勢 在星期日到星期二 其實沒有太明顯的變化 大致上是屬於比較涼 比較舒適一點的溫度 星期三與星期四 開始回升了 高溫呢 在星期四可能可以來到30度 有些有點炎熱這種溫度狀況 那來到星期五呢 一下子又往下掉 所以呢 星期四到星期五 預期是會有個明顯的降溫 提醒您要多注意 可以隨著這個溫度調整一下穿著 才不容易感冒 至於在南部的溫度上面來看 屬於日夜溫差比較大的這種溫度形態 像是在這個清晨的時候 溫度大約在19到21度左右 可是呢 白天的高溫可以來到30度 所以提醒您 這晚外出也要多注意一下 這個穿著比較保暖的衣服 至於在這個降雨的情況上面來看 在星期一以及星期二的時候 屬於偏東風 所以呢 在這個北部以及東漫部 雲量比較多 容易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雖然說降雨量並不會太多 可是對於這個戶外活動 可能都會有些影響 提醒您 在星期一及星期二 如果有些戶外活動的安排 稍微留意一下 那至於在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呢 就逐漸轉回這種晴道多雲 整個台灣都是晴道多雲的天氣 天氣狀況還不錯的 至於在溫度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這個北部以及整個西半部呢 其實溫度變化並不大 低溫在17到19度之間 東半部也是一樣 來到17到19度左右的這個低溫狀況 那至於來到明天白天呢 其實這個白天啊 中南部的溫度回升就比較明顯 像是在這個南投到這個高雄屏東呢 逐漸轉為這個高溫來到25到28度 所以中午的溫度比較溫暖一點 可是早晚還是比較偏涼 至於在台灣東半部呢 因為屬於這個雲量比較多 整天還是比較濕比較涼的溫度 整天感覺起來都是比較偏涼的 最後呢幾個重點提醒給大家 在未來一周啊受到封面的影響 北部的天氣屬於乾濕交替 像是在星期一星期二這個比較濕 有些短暫震雨 星期三星期四轉乾 那這個逐漸轉晴回溫 到了後期禮拜五開始 又會有一點降溫的狀況 至於南部來說 大致上是屬於多雲 早晚涼的這種天氣 所以呢南部其實這個下雨的狀況 目前看起來機會並不大的 不過仍然要留意的是 未來一個禮拜啊 個體的這個溫度變化還蠻大的 提醒您要隨著溫度去調整一下穿著 才不容易感冒著涼 在下雨的狀況下